这是我国打击恐怖分子的最强部队 数名恐怖分子非法潜入我国香港 不仅同时将民航机场和地铁站直接控制 甚至还大胆绑架了我方三板余人 更危险的是 一枚足以炸毁半个香港的巨型炸弹 也被藏在了一个隐蔽位置 情况已经岌岌可危 香港警方迅速展开营救任务 他们急忙将所有市民全部转移 接着又将整个香港的警察集体派出 不管是地面上的防暴队 还是海中的水轨 以及号称世界第一的空中飞幅队 都已全部准备完毕趋势待发 然而由于不知道炸弹的具体位置 恐怖分子却一点都不慌张 他威胁地告诉我方警察 务必要在20分钟内 释放之前被抓的恐怖分子头目 不然就要将炸弹直接引爆 就这样迫于炸弹带来的威慑 警方只得假意押送头目进行交换 并不断用雷达搜索炸弹的藏匿之处 眼看20分钟的时间已经过半 好在这时 炸弹的位置终于找到 然而崩溃的是 居然是在香港的一处油田 此时时间万分紧张 警方迅速派出拆弹队立刻前往 不料等他们着急忙慌地赶来后 却发现了一个天大的危险 没成想这枚炸弹早就开始计时 距离爆炸仅仅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得知这个情况 警方立刻对炸弹进行转移 而海陆空部署的三方也不再犹豫 就这样交换人质的车辆迅速掉头 一场中方的打击也随即上演 只见空中的飞虎队成员立刻下枪 在地铁站隐藏的警队 也直接破窗迅速出击 伴随一颗鬼雷的投掷 小队立马推着盾牌直接冲出 与此同时 封锁机场的狙击手也已行动 随着一发子弹的爆头 王桥躲避的大批成员迅速冲出 而另一边人质最多的会展大厅 也是最危险的营救任务 只见警队直接断掉大楼电源 接着直升机迅速开启远光 恐怖分子意识到了威胁 立刻举枪准备反击 但我方的警队根本不给任何击 这一刻 密集的子弹如天空的鱼 所有的仇恨也在这时全部释放 但这时受到消息的其余恐怖分子 却准备开着游艇立刻逃跑 殊不知我方早就把所有海域全部封锁 两只潜伏的水轨队迅速追击 而空中的直升机也立马赶来进行支援 最终在我方强大的威慑下 恐怖分子指得停船立刻投降 接受我方警察的所有审判 同时能炸毁香港的那颗天地炸弹 也被两名年轻的警察成功转移 最终伴随一声巨大的响声 所有的威胁全部解除 而我们的这批乡党特种部队 也让全世界知道了我们的厉害 同时也证实了对外打击的唯一宗旨 那就是放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暗动 暗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